今天这个地方,永德里帕克这个地方今天还很 今天这个举行活动很热喽 现在这个地方已经开始进入春天了,毕竟是2月了 这个洛杉矶本日天气温就比较高 看到了,刚才这一段棍,单棍,双棍 好多乐福了一样,识别自感,被刮目相看了 天天练功绝对是凶的,求求天地 天地也有三才,求道法自然 天地一体,人在这个以后当中非常的明显 人的能量是无成的 这个能量一旦爆炒水的话,能量是非常大的 那么怎么样释放我们的潜能呢?我们的 好像有个人讲过,专门研究人潜能的 他就说人的这个潜能有百分之七八十都没有可以发展 所以我们要发掘几个潜能 这种潜能要通过炼光 古时候的皇帝呢,他是通过了 服食一些丹药,也像那个李世民 李世民或五日子死了,天正神武的唐太宗 正观之志 虽然他的宣武门之变,把他的 哥哥李建成和弟弟李元杰给干了 但是,留下一个很不好的人生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他才立志要改变历史的地方的看法 所以他出来有个争观之志 就是这样的移民的神主 结果也是服食丹药 他还想什么叫丹药呢?讲的就是药 任何一种药,他这个都是有负责的 所以咱哥哥 到家修炼,你千万不要服食这些什么 七千丹妙药,这都没有用的 它是靠自身的修炼 平时戒言戒诀 结局 色域 这些都非常非常重要的 看到了,这个棍上的枪脚 一条线,棍子,一大片 这个讲的是一般的那种,常规 双结棍有他的链 现在链那种,长棍现在已经 不是很适合了 毕竟我到哪个地方去,不能带一个长棍 我可以到瓦林的时候带个拐棍 但是呢,那我现在有双结棍的话 这个方便的时候,两个不能带 我带一个,我的车在腰呢,很比较容易 但实际上,以这要是有那个功夫的话 带不带棍都无所谓了 连到最后的话,一草一木就是棍 这个,单棍和双棍 比以前的感觉就是什么呢? 面的更加的有力度 但是这个东西,外发人可能看不出来 所以要增加的,打结力度 但是为了漂亮,像李小龙那样的拍片呢 把它那个动作幅度,把它打得高一点 本来腿的一百斤 那背应该打那么高的 但是呢,对吧 为了拍片呢,李小龙会把一些动作 变得幅度很大 所以我有的时候,可能念的时候 把时间辅助,把它拉长一点 当然这个棍子打来没有来一种铁棍子 那个不锈钢 外面图上不锈钢子那种铁棍子 踏起来漂亮 不锈钢子踏起来英国山山 但是到这个地方来,像这个棍子的威力也是比较大 这边最大的一种铁棍子 一般人他练的话,用那个什么塑料棍,像皮棍 就把小孩玩去 实际上呢,我们刚开始练棍的时候就用切棍子 大家知道我们有这个方法 智者天成的,我们对于这方面 以前有点武术技术,所以将领悟了其劲动 再来看看这种棍子 感觉感激 人家有一个爱好 什么也没的话,感到很无聊 有的人就是什么大陆的人 那没什么鞋子的话,像大麻将 要赌博 你是因为你没有一个很好的 适合自己的一个兴趣 所以讲一般情况下,每人兴趣 有的人喜欢游泳 所以你的人喜欢打球 你游泳嘛,你感到冬天的时候 你怎么游呢 那你一样我来冬泳 你能坚持下来也不错 你打球的话,一般都要网球 这个美国怎么打网球之类的 你都要两个人以上 你怎么打来打 你踢足球,你打哪里居然没有人呢 所以讲呢,我这个人比较骨气 一个人就能练 不需要依赖别人 我们这样的人自律性比较强 你那个能够组织起人打球 美国这个地方呢,条件还是不错的 但是你要把人给组织起来 但是人家成年人很多都要为了生活 为了家庭 我还是拿了两个银子去 我还是出水 尽管困难很多 但是呢,练武的人身体强壮的话 比一切困难看的都很比较小 一个棍就是感觉到 你们感觉到简单 实际上呢,我感觉到两个棍 两个棍呢,它阴阳和斜 这个就是身体的协调性 你们有没有听过棍的风声 爬起来有风呢 慢点 这个东西呢 等大家一分疼的醒发起来 过段时间呢,念诸醒悟醒着呢 再来说,再来练,再来演一段 大棍 今天放一段大棍吧 你们看一看 今天再来一个双位 后来我呢具体的再来好的解脱解脱 天下万物,未知已到 天下大势,好好上上,顺志着长,立志着往 这练功也是一样的 一切要顺其自然 你不能立着来 立着来来 你这个动作打得就很变了 自然而然的 实战当中也是的 自然而然的打 你搞得很做作的话 你打不到点 别人你指导里的一符 这就是深冬及西,直冬 深冬及西,直南打北 直上塌下了 棍林里你们看出什么问题 慢慢的练 慢慢的一点一点 要顺其自然 不然八秒助导 看起来 现在就这样一集市 身影现在难做 我自己都感觉到 现在英雄单位少了 现在人的小肥力在下降 美国也莫过如此 经济消掉开始了 各位保重吧 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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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点燃 感谢观看